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我們昨天講完野食的日文 我們今天就學一些短句 都是關於吃東西的 或者是肚餓 對啦,關於吃東西的日文 第一個,當你肚餓的時候 你就可以這樣說 おなかがすいだ 剛剛那句的日文就是 我肚餓了 所以當你跟朋友出去 你肚餓的時候就可以講這個日文 然後大家就一起去餐廳吃飯 下一句是大家經常聽 我經常聽 我經常看這個劇的時候就會聽到 這個 就是吃飯之前要說的話 吃完飯要說的話 就是 ごちそうさまですだ ごちそうさまですだ いただきますか 就是我不客氣的意思 後面那句 就是 多謝你的招待 或者是 我吃飽啦 這樣的意思 或者你那天 那天跟朋友吃飯 你有一些特別想吃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 以下這個文型 たい たい 就是想的意思 可以說 媽媽が食べたいです 這樣的 比如你想吃 日本料理的話 你可以說 日本料理 好 有時候我們想不到要吃什麼 想人家推薦的時候 你可以說以下這句日文 おすすめはなんですか おすすめはなんですか 就是你有些什麼推薦 好 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接下來我會繼續說多點關於食物 和食物的時候會用的日文 如果你覺得都不錯 請你幫我讚好一個 還有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我每個星期六日會繼續 日常編輯的單字和會話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拜拜 拜拜